日前,百度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在北京全面开放的消息引发关注 10月13日下午,记者来到测试路段实际打车实证体验 当天下午,记者在大兴区异创国际会展中心附近看到 不时有自动驾驶车辆穿梭于来往的车流 据观察,自动驾驶出租车外形同普通轿车5亿 车身上方及周围驾驶有多个传感器 车辆后排的乘客面前有一块屏幕 实时显示车辆的运行状态,包括地图、车速等信息 驾驶席上,一位安全员全能陪同 在我们的驾驶座位上是有名安全员的 那它主要是帮助我们去负责整个车辆的一个安全的运营 但整个车在运行中间,它其实是自动驾驶的 就安全员不会有任何的操作 记者体验发现,行驶过程中 车辆能够自主识别来往行人、车辆和红绿灯等信息 并且进行准确避让 行至目的地时,能够自动靠边停车 马女士当天也失程了两公里 她告诉记者,无人驾驶出租车行驶过程顺利 比有人驾驶体验感好 就是它是那种很照顾乘客的那种感觉 其实它在加速减速啊 包括遇到什么红灯啊 或者是行车避让的这种感觉上 首先行驶速度它并不是很慢 但是它的那个驾乘体验还是不错的 据介绍,目前北京开放的测试路段总长约700公里 覆盖驿庄,到湘湖等地的数十个站点 市民可通过百度地图 Apollo Go App,百度小程序 或叫自动驾驶出租车并免费体验 但是目前我们也是有这种政策法规的限制 然后是要求在18岁到60岁中间的居民 然后可以进行约车体验 然后我们目前的运营时段 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16点 然后这期间大家都可以来进行体验 未来进行体验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